大家好,我是成品绿苍马叔,一个有着15年多肉植物养护经验的园艺爱好者 今天我要带大家深入了解多肉植物的奥秘,教你们如何成为这些小生命的守护者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开始吧 多肉植物的生命之火 首先,我们要知道,多肉植物的生命力非常顽强 它们的每一个细胞都在不停地进行着呼吸作用,就像我们一样 但是,如果它们不能呼吸,生命也就无法延续 所以,呼吸对多肉植物来说至关重要 光合作用于呼吸,你可能会想,植物不是应该吸收二氧化碳,释放氧气吗? 没错,这是光合作用 但光合作用只在有阳光的时候进行 而呼吸,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都在持续进行 多肉植物的超能力,多肉植物的祖先生活在干旱环境中 为了保持水分,它们的叶片气孔在白天紧闭 夜晚则大量吸收二氧化碳 这就是为什么多肉植物能适应室内环境的原因 土壤的重要性 但是,如果我们忽视了土壤的透气性 多肉植物的根部就会因为缺氧而受到致命的伤害 所以,选择透气性好的颗粒土壤是非常重要的 水分控制与通风 在养护多肉植物时,我们必须注意控制水分 使用透气的颗粒土壤,并保持良好的通风 以防止真菌侵入导致黑腐 结语,朋友们通过了解这些知识 我们可以帮助多肉植物茁壮成长 让我们一起成为它们的守护者 让这些小生命在我们的关爱下绽放出最美的姿态 感谢观看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请给我点赞和订阅 下次见